三三南北线南北多了解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三三南北线 我是Crito宋雨璇 同时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 还有David老师 David老师您好 谢谢Crito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今天我们要和David老师为大家一起解读的话题 是和经济有关 但是不同的是一个是实体经济 一个是数字经济 因为是在11月1号的时候 中国向新西兰的相关部门发出了入群申请 又一个入群申请 他申请加入什么呢 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那在正式提出申请之前 我们都知道10月3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用视频的方式参加了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那就在这个峰会上啊 习近平宣布说要提交这一申请 他说呀 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的合作 要共担数字时代的责任 那中国官方就表示说 加入DEPA将有助于中国加强与其他成员国 在数字经济领域上的合作 并且对此呢进行一些创新和发展 这被视为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 中国有意争取发言权的关键一步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 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新闻内容 商务部周一表示 中国已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协定DEPA 这是一项国际协议 旨在数字贸易问题上建立新的方法和合作 根据该部官方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周一致信新西兰贸易和出口部长达米恩·奥康纳 提出中国正式请求加入 DEPA旨在促进数字时代的经济参与和贸易 它还包含许多支持可信数据流的规定 例如开发保护跨境传输的个人数据和机制 中国申请加入DEPA 符合国家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方向 下一步中方将按照DEPA的要求 与所有成员开展后续工作 以完善国际经贸规则 好的 大学老师我们看到视频 然后今年9月份我们都知道 中国是提交了CPTPP的入群申请 然后结果在10月份 10月末10月初又提交了加入DEPA 这一项也被很多的外界去评论为说 中国有意和美国争取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发言权 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回头来看 当然有些人说中国从加入CPTPP 都是有一点点质不量力 但回头来看从RCEP这一个低门槛的 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进入CPTPP到现在 这个属于这个叫做经济的这个DEPA 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不断的努力阻挡美国 现在正在进行的去中国化 因为美国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不断在中国的供应链方面 中国在全球贸易上影响力的方面 美国进行一定的围堵 这时候中国参加这些多边主义 实际上就是一种做好预作准备 免得将来美国不断的施压 让中国失去在世界经济的上面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好 谢谢大家老师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 DEPA DEPA 到底什么是DEPA DEPA其实就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那它的全名叫做Digital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所以它的简称就是DEPA 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大体的概念 那新加坡是在2019年就发起了这个DEPA 于是就与两个国家 它们分别是智利 还有一个就是新西兰 它在2020年的6月12号通过网络签署了这样一份协定 同时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为数字经济合作签订的国际协定 那么在今年的1月7号 这个协定正式在新加坡和新西兰生效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是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的网站上 它如何介绍这个DEPA的 它说这个协定只在数字贸易问题上去建立一种新的方式去合作 促进不同的架构之间的相互的操作性 同时要解决数字化所带来的新问题 要为数码贸易去提供便利 使数据流通成为一种可能 还要为不同数据体系去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机制 这个协定涵盖的内容包括很多 比如说是电子付款 数字身份验证 还有就是AI人工智能管理 包括网络安全数据管理 在中国申请加入之前 其实包括在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 对加入DEPA都表示出了自己的意愿 而韩国是在2020年的10月份正式提出了加入DEPA的申请 这是在新加坡的网站上 我们再来看看新西兰 那在新西兰的外交贸易部的网站上 他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 对DEPA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他说DEPA是一个活体开放式的协议 它是向所有能符合标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开放 那我们知道其实像这个数字化经济的时代 其实不管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 这三个国家其实都不算是数字贸易大国 他们的体量也不大 那为什么是由这三个国家进行的一个这么起头式的组织 而不是说像美国呀中国呀 是回头来看这就是现在在大国竞争时代 小国所能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美之间不断的竞争 当然中国跟美国在数字经济方面都非常的领先 份额也非常大 实际上这些小国家就看到未来 如果不至于预作准备 将来在这种大国数字竞争当中 将会处于劣势而更加的被动 所以新加坡带头之后新西兰还有智利发起了DEPA 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初期对于数字经济 大家能够确立一个框架 而且所以刚刚有看到你的介绍 它是一个模块像积木一样 不断的可以你参加这个参加那个 随便你选风简游人 但也看得出来小国就是特别为这些小国家 量身定做的一种组织 当然现在中国申请加入也代表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中国愿意在一个国际秩序当中 来让数字经济有一定的规范 对而且我看到这三个小国家 在数字经济上 它的技术或者是这种能力 其实处于一个没有那么前瞻性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在 所以如果是中国加入进来的话 会不会有一个领导或者耻影 回头这样讲 这个数字经济已经慢慢要取代传统经济 当然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 我们已经是有目共睹 大家在数字经济体系非常的庞大 但是中国今天加入组织之后 实际上中国的一些经验 过去的经验 可以作为组织将来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的一个方向 所以中国的加入实际上对这个组织将来能够做大做多 都是一个利多 对而且中国的经验我们都知道非常重要 因为前段时间我看新闻 他是说美国有一个地铁 他就因为一个小零件 他没有所以坏掉了 这个地铁它的产国是日本 同样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比如说日本它的体量很小 它今天生产出什么新的产品 可能中国人100个人已经试过了 日本才有两个人试过 所以在中国试验版的产品如果推向世界 它的成功率应该是更高 是当然就像用到数字经济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相信未来全世界都会走向数字经济 但是以中国的经验能够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一件正确的事了 是到底什么是数字经济 我们都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中 对数字经济没有什么概念 但其实它早已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数字经济是虚拟的 数字经济会不会是虚拟经济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数字经济在我们的生活中 渐渐的已经变成主要的一个经济形态了 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公司 我的公司是卖苹果的 然后戴卫老师也有一家公司 戴卫老师这家公司是卖服装的 如果我想要用我的苹果换戴卫老师的服装 我必须是不是亲自坐飞机 跑到戴卫老师的所在地 然后戴卫老师去预定 说我今年我要多少多少的服装 您需要多少的苹果 以后可以跟我订 现在有了数字经济之后 我们彼此直接用手机 我发一个信息给戴卫老师 戴卫老师我要预定苹果 明年我要预定多少 后年要预定多少 关键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预定功能 它会根据我们每年的交易量 根据它的系统和它的技术 它会有一个建模的过程 它会预测到说外外后年 这个Crystal可能会预定多少的服装 如果是按照这个数据的话 我的库存够不够 我的材料够不够 它整个的建模系统都会统计出来 这就给彼此之间的整个的效率和经济的交往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对 除此之外 这是我们刚才举的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数字经济在建模在预测包括在信息计算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普通的生活中 其实更多的数字经济的形态已经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平常做的Uber 它是不是数字经济 是 我们用的共享单车 它也是 包括我们现在疫情期间 体现更明显的就是我们不用面对面开会 我们直接往上开会 这是不是数字经济 这也是 同时学生在家上课也是数字经济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经常下载的那个APP 我们政府要用它去进行跟踪 我们去哪里都要因为疫情的关系要扫下二维码 这也是数字经济 所以数字经济简单的来说 就是把我们平常的简单的经济活动给它搬到网上 使这个活动变得可以共享 可以平台化 同时它还可以追踪到我们个人的IP 这些特点集中在一起 就是数字经济了 那同时未来有可能数字经济还会将更多的产业 还有包括我们使用的钱 这些全部都数字化 所以理解数字经济就很简单了 就是将能够产生价值的这些经济活动呀 放到网上就变成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联合国的秘书长曾经就说过 说过数据已经成为创造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的战略资产 而在不管是新西兰还是在新加坡的网站上 我们都看到这样一句话 他说这份协议提出来数字经济就是未来 好 戴维老师 我们看到说数字经济就是未来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实体经济的人不免会觉得很担忧 未来这个实体经济要怎么办呢 回头来看这个数字经济虽然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觉得好像离我们还很遥远 因为我们毕竟每天还是在该开门 做生意的做生意 该上班的上班 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经济 举例来说像这个比如说AB&B 它已经在慢慢取代了所谓的酒店的生意 透过它把这些人愿意分租房屋的方式 取代了这个行业 所以将来可能再有一天 在世界上 如果在酒店工作的朋友可能就要失业了 因为大家都用AB&B 好 回头来讲 雇主跟员工的关系也会被完全的颠覆 以后我们没有固定的老板 老板也没有固定的员工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中工作 所以这个对于现在来讲 要提升自己个人的这种跨技术的技能 就更加重要 因为如果你的技能越能提升 将来你可以替很多老板打工 你就没有担心失业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非常的 这个就是专业性很低 你可能有一天真的被别人取代 不是机器取代你 也不是老板不要你 是因为别人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数字经济的时代 要颠覆大家的概念 以后你有很多老板 你做老板的人也有很多员工 对 看来是老板不好当 对 如果是对于我们传媒行业 未来的话主持人的工作会怎样 因为这个观念下去之后 将来所谓的一周工作五天 朝九晚五完全被颠覆 完全可能是因为你的技术 你的数据能提供你的工作机会 所以你的上班时间 可能只是那一个钟头做节目 对不对 但是你的收入很高 可能你早上帮 比如说A电视台工作 下午帮B电视台工作 晚上帮C电视台工作 一样道理 所以对你来讲 未必不好 反而更好 对 我还以为说 未来对于我们主持人 可能会有一个AI角色 这个AI角色会把我们自己 本身的思维模式 录入到它的AI角色当中 未来任何话题 它都会根据我们的角色 来把整个的节目做出来 但回头来看 AI固带固然可能会取代人类 但是AI也要学习 所以你要能够如果让AI来学习你 你就有存活的机会 那一定的简单道理就是要提升 你的技术 更加的范围更大 更跨行业 对 那说到到底谁是数字经济大国 刚才我们提到说新西兰 智利新加坡都不算是这个数字经济大国 那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一个2021年的数字经济报告 美国和中国无论是在对数字经济的参与能力 还是数字经济的收益能力上都是领先于世界的 那这份报告就总结了说全世界有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其中有一半是在美国和中国 那这两个国家的5G的普及率也是最高的 那他们呢占了过去5年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总额的94% 那占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70% 还有就是占全球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 我们看到美国中国这两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平台 比如说这个美国有苹果微软亚马逊 谷歌Facebook 那中国有这个腾讯阿里巴巴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抖音 这些全部都是数字经济 那而运行这些数字经济规则的这些企业就叫数字企业了 那其中呢他们的领军人物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什么贝索斯啊 这个乔布斯马云马化腾张一鸣 这些都是因为数字经济而抓住这个机会 而挣了很多钱的这些人 那这些公司呢也不再仅仅是数字平台 他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数字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非常强大的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力量 同时也掌握了非常多的这个大数据 那么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另一个发挥主要主导作用的地区啊 就是欧洲 那在2021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经济白皮书 他说美国数字经济啊是保持世界第一的 在2020年的规模是达到了13.6万亿美元 那中国是列居世界第二的 是5.4万亿美元 还不及美国的一半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美国拥有大量的这个数字企业 而且他们的用户是全球性的 那中国很多数字企业的用户呢 基本上是以中国本地人为主 或者是中国中国人已经到海外的这部分人为主 那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是排世界第二的 现在是5.4万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第一的 那他的这个百分比啊是同比增长是9.6% 那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 第四位的是日本 第五位的是英国 就这么五个国家啊 基本上占据了世界这个数字经济的80%以上 好的 戴威老师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是要加入这个DEPA 但是美国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那有人说说中国这是有意在和美国就先下手为强 我要争夺数字经济的这个话语权 您觉得这样的说法准确吗 当然不能否认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当中啊 其实让美国退群退的很凶啊 那基本上中国这一次呢 这个加入呢有一点点这个算是填补美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真空 那当然呢我想中国最重要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得出来 一直以来再跟美国啊 实际上在实体经济上是一个竞争的局面 那这一次呢在这个所谓的这种数字经济上呢 中国的这个开始介入啊加入 实际上中国更是希望将来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上还是保持领先 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全球的经济啊将来都会慢慢走向数字经济 这个比例的份额只会越来越大 而不是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现在的动作是开始啊 当然这个中国要加入有一些啊 可能刚刚开始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但是只要开始做中国不不要管美国啊 他是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然后做的更好 这才是他当初的这个加入的目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现在加入哪个组织 是看到你能不能符合他的标准 这个能力够不够 比如说你加入WTO加入CPTPP 那其实最主要的是加入了他之后 我们能不能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就像美国美国他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规则是他定的 如果中国真的加入了DEPA 以目前的形式啊中国能够掌握话语权吗 DEPA这个东西既然讲的是数字经济 就是大数据啊换句话讲中国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你真的加入之后 你可能在所谓这个资讯的一些共享上面 或大数据的这个上面 你必须做一个开放 实际上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你愿意 去把这个门打开的啊 那当然讲你不能说这个既然是数字经济 然后我关门做数字经济 那是不现实 因为在数字经济的概念当中是没有国界的 甚至还有比如说税务的问题 这些共享资料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个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 对中国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是 那我们说到这个谁到底未来会主宰这个数字经济呢 其实国际间目前普遍认为啊 就是谁掌握了这个技术 谁未来就会成为这个经济的主导权 那美国拜登呢 我们看到其实他虽然目前为止上任以来和中国政府的接触变得多了 那针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呢 因为他释放孟晚舟似乎有些许缓和了 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科技企业的打压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哈美国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在2021年的10月底 美国呢就以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理由哈为借口 吊销了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营业执照 那中国电信呢必须要在60天之内哈结束美国的业务 那美国总统拜登呢还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将中国的59家这个中国企业 列入到禁止美国个人和机构投资的黑名单 那中国似乎和美国在走着不一样的道路 那中国在以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科技业对中国在进行围堵的过程中呢 将数字的基础建设设施作为援助外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本次呢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就表示说 世界各国呀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去消除数字鸿沟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同时呢中国也把自己的数字科技向一带一路的国家去推广和开放 那中国有一个这个太平洋经济合作的一个全国委员会 他的官方网站上就有一个文章 他这样写的 他说中国呢让所有的友好的数字经济共同体成员啊 用上了经过中国大陆市场检验的5G AI物联网 还有云计算的基础设施 助力呢成员国发展自己本地的数字经济应用生态 那接下来呢我们联络到于我们这个中国的记者蒋家琛先生 来看看目前哈在中国境内到底他的数字经济 还有5G技术是如何推广和应用的 嘉琛你好 雨萱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嘉琛我知道你现在回国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了 有没有体会到啊 在数字化经济在中国的这种方方面面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啊好的 雨萱啊我我这次回来呢确实是体会很大啊 因为现在中国在5G的发展上 确实实实是啊就是领跑领跑世界啊啊 啊因为在今年呢啊也也在这个2021年的世界5G大会上啊 中国呢也也就是官方呢也介绍啊 因为中国现在大力发展5G 同时呢这个基站点呢也也也覆盖了这个全国的啊 啊各各地基层市啊 所以呢现在中国50%以上的县区啊 啊都已经就是覆盖了5G 然后呢中国5G的这个中端手机客户呢也超过了3.92亿啊 啊所以呢这个啊中国在5G上的应用也是发展的特别厉害 好的谢谢佳琛那我知道其实在生活上啊 我们在5G的用用上或者数字化的运用上也让人们的生活便利了不少 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或者是听到的事例来和我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因为在这个啊中国5G的应用创新上啊 因为中国的案例已经超过了1万多个啊 它覆盖了这个钢铁建立矿山等22个国民经济的重要重要的行业和有关的领域啊 其中呢啊这个中国电系将这个5G加MEC这个就是边缘计算技术啊 这种能力呢运用于文旅场景啊 它呢就成功复原了河南二里头一记公园的下潮供电的模样 所以呢游客呢可以借助手机呢就可以穿越到3000多年前 然后通过AR技术呢感受这个下潮诸意的这个繁华景象啊 同时呢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在医疗行业 然后呢这个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呢也使用了这个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的这个诊疗还有远程医疗技术也日益成熟啊 同时呢这个北京呢积水潭医院就借助骨科手术机器人呢 他与河北西藏浙江山东天津安徽广东等10余个省区市成功实现了50余例5G骨科远程手术 所以呢这个这个5G的这个救护车呢也使用了线上就是实现了上车寄入院 就是患者进入了救护车以后呢啊这个5G系统会迅速的将病人的心率血压等实施状况与医院急诊室连接 就做到了车院零距离了这个这个啊就是5G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啊 所以这个大大的就是提高了这个5G的应用啊和和和诊疗的这个措施 包括呢就是明年呢就要在这个北京就是开幕了这个冬奥会 也将呢受益于5G的普及和应用 好的谢谢嘉诚我们看到了这个嘉诚的介绍 让我们对5G还有这种新科技有了更多的期待 比如说在医疗上再在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上 那其实我们看到戴威老师我们看到中国国家的这个互联网办公室 他发布了一个这个发展报告 他说要援助周边的国家去与16个国家签注签注了一个叫数字丝绸之路的这个备忘录 那希望在丝绸之路上包括数字和电商方面来进行合作 那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在走不一样的道路 那对此您是怎么去评断的呢 当然来讲啊这个我们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 过去经济学家呢都有所谓的这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上面呢来估算未来的经济走势 或是一些经济发展的情况 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数字经济呢 颠覆了现在所有经济学家过去所用的这个所谓模型 而开始做了大数据分析 实际上中国在帮助这些国家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也慢慢走向了一种就是利用这种大数据 来帮助周边的这些国家 来在经济上的发展上面提供一个指引一个方向 让这些周边的国家能够透过中国的这种数字经济 大数据分析给他们一定的帮助 所以这一个是现在中国在做的 虽然是这个数字的丝绸之路嘛 但是未来的帮助啊是非常的明显 是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讨论 说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啊 从经济上到贸易上到科技上 那作为数字经济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对其他的这些国家去发展自己的影响力 您觉得它会成为中国突破这种围堵的一个突破口吗 当然来讲啊这个数字经济关键在数据啊 那中国14亿人口啊 以中国这些年在AI啊大数据上的收集啊 实际上是领先群伦啊 在全世界排的最前面 所以呢当你数据越多的时候 你算出来的东西呢就越准确 所以呢整体来看啊 中国今天呢在这个数字经济上面 他不但是可以啊这个走在前面 而且透过中国大量的大数据 实际上甚至可以对未来的人类啊 对各种事情啊 我们可以算得更精准走得更好 那更不要说对全球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好的 谢谢戴倪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大数据时代 还有数字经济啊 是我们人类啊 面临的第四次这个工业革命 当然啊 不仅是国家之间在面临着挑战 那接下来企业个人都会面临着挑战 我们在迎接挑战的同时呢 也要做好准备去迎接这场数据经济所带来的变革 好的我们烧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西兰和英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